在我們家的陽台上 就可以看到他們在池塘裡面玩水啊 那個小beaver還會一直鬧爸媽 而且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beaver爸媽 帶便當回家給小孩子吃 他們會嘴巴裡面咬著一個樹枝 然後後面拖著一大蟲樹葉這樣回去 超級無敵可愛 我們住進來的時候 這邊是一大堆樹 其實是看不到那棵大樹的 但大家現在看這棵樹 我們那天還在陽台上討論說 你有沒有覺得那邊好像少了什麼 那邊以前有這麼的空曠嗎 仔細一想才發現整顆都不見了 給你看個精彩的 What's that? A coyote? Yeah 他在看妖精 What did it have in his mouth? 你看下一個 這是什麼 木頭 我們再看仔細一點 It's Chastity or what? Chastity Chastity被吃掉了 beaver中文翻譯叫合理 就是大家卡通裡面會看到那種 會蓋水壩的動物 尾巴有點扁扁的 那我們當時買這個房子的時候呢 就知道後面有住一家beaver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們非常的興奮 因為beaver是夜行性動物 其實你是很難看到的 只有在夏天的時候日照比較長 晚上八九點天都還很亮的時候 那時候會看到他們出來吃飯 去年夏天的時候 常見的真的是每天晚上八點 準時在陽台上蹲點 就是為了可以拍到beaver 其實beaver真的蠻可愛的 他們取名叫賈斯丁啦 然後他們其實已經生了 以斯丁丙斯丁一大窩了 從我們家的陽台上 就可以看到他們在池塘裡面 玩水啊 那個小beaver還會一直鬧爸媽 而且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beaver爸媽 帶便當回家給小孩子吃 他們會嘴巴裡面咬著一個樹枝 然後後面拖著一大蟲樹葉這樣回去 超級無敵可愛 可是一開始我們還蠻開心 家裡旁邊有beaver的 因為我們家旁邊是一個類似 綠化保護袋 也就是不能開發的 所以有很多植物會亂長 那beaver是全素食的 他們主要吃樹皮跟葉子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他會把太多的植物吃掉 然後整片看起來會比較空曠 所以我們本來還蠻開心的 而且在我們家陽台上 就可以看到他胖胖的身軀 來草地上面吃東西 真的有夠可愛 不過開心是去年的事情 今年開始有點麻煩 我帶大家去看這個野地 你就知道我們在創什麼 好 這就是我們家旁邊的野地了 其實這邊本來呢 是一片長滿荊棘的區域 但是現在已經被他們吃得乾乾淨淨了 超級開闊 但因為我們這邊真的有點長太滿 所以被吃不是個問題 問題是他們開始砍那棵大樹了 其實因為樹的中間那個木材的部分 是沒有什麼營養的 所以他們只能夠吃樹皮跟樹葉 他砍倒這個樹呢 目標是要讓樹葉更靠近他的槽 他就可以把樹葉都帶回家吃掉 可是問題是 一般來講 beaver會控制樹木倒下來的方向 倒向他的槽 他就不用帶著樹葉走那麼遠 因為他們在陸地上的時候 就是一團肥肥的肉 beaver控制樹木的方向 也不是百分之百準確的 你看 這棵樹這麼高 這個倒下來 這已經不是我家修房子要多少錢的問題 而是我們還活著媽的問題 我們住進來的時候 這邊是一大堆樹 其實是看不到那棵大樹的 但大家現在看這棵樹 直接要樹根了 我們那天還在陽台上討論說 你有沒有覺得那邊好像少了什麼 那邊以前有這麼的空曠嗎 仔細一想才發現整棵都不見了 還有很多其他小棵的 都是慢慢的都消失 如大家所見呢 這棵樹已經幾乎要被環狀剝皮了 其實我們已經陸陸續續做過很多努力了 包含把這個鐵絲網圍起來啊 地上放花園燈啊 但是它還是可以從上下把它鬆動 所以地上可以看到很多新鮮的這種木屑 有沒有顏色比較淺的 然後我們繞到後面來 它這砍的也太大洞了吧 哈哈哈哈 可以看到很多牙齒的痕跡耶 其實好可愛喔 我覺得如果倒在我們家 並不會非常的可愛 這邊應該還是樹皮 我們希望這邊這些樹皮還連著一些 所以如果把它架得密一點 也許這棵樹就不會死掉倒下來 其實這樣做不是對的方法 因為把樹枯得太緊 樹其實會窒息而死 我們接下來的計畫呢 是在這個外面圍一圈鐵網 讓Justine完全沒有辦法靠近這棵樹 然後我們還計畫在這個上面 漆一些油漆混沙子 讓他覺得這棵樹很難吃 也許他就會願意放這棵大樹一馬 這個也是他咬的嗎 對啊你看他胃口多好 還爬樹耶 我不知道beaver會爬樹耶 而且他也蠻聰明的啊 因為他如果把這個咬斷了 那個就會直接掉在他家門口耶 是一個Uberlea的概念 太方便啊 從這個角度看真的好凹喔 因為往左邊那邊就是賈斯汀的橋啊 這一代本來就是像這樣的藤蔓 是完全長滿的 我們要進來都還要額外撿 現在全部都被吃光光了 哇他們胃口真的很好耶 其實他之所以今年會這麼常在 我們家旁邊活動是有原因的 首先beaver他們很不喜歡搬家 因為他們在陸地上行動很慢 在水裡面卻很敏捷 所以他們到陸地上來的話 有很高的比例會被吃掉 所以beaver一生中最危險的時候 就是在搬家的時候 所以他們除了離開父母 就是離朝那一次會搬家一次之外 其實剩下的時候是不會移動的 他們會把他們家附近的東西全部吃光 原本他們住在比較湖對岸嘛 然後那邊應該已經是被他們吃得乾乾淨淨的啦 所以他們在這邊新蓋了一個水壩 這邊以前呢 是跟上面一樣是一條細細的小河 但是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已經變成一根水塘了 游泳池的概念 然後那邊有一個洞有沒有 因為beaver他們在陸地上很容易被吃嘛 所以他們會挖很多地道 所以那個洞大概就通到他家吧 時間已經過去兩三個月了 我想我們是等不到那棵樹被砍掉了 因為賈斯汀被吃掉了 這次常見人比我還早知道 所以他還錄了一下我first reaction的影片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給你看個精彩的 What's that a coyote? Yeah 他再看妖體 What did it have in his mouth? 你看下一個 那是什麼? 木頭 你再看仔細一點 It's Jastity Jastity Jastity被吃掉了 No 吃掉他的那個動物叫蛟狼 在美國就是跟野狗差不多的東西 很多社區都會有 其實我剛剛已經稍微哭了一下 但我想這件事就是 Circle of life 他自然畢竟就是這樣 不過坦白說 就算賈斯汀還活著 我覺得他感覺也不會把那棵樹啃完 他真的就是很任性 我們有拍到很多他肯兩口就走掉的畫面 然後也有拍到很多他蠕動著肥肉 努力啃樹的畫面 只可惜已經殷榮晚載 賈斯汀的忌日什麼時候啊 是1月11日之類的 我們明年的這個時候 記得給他上個桑吧 Anyway呢 因為我們相機架了蠻久 所以真的拍到蠻多蠻可愛的畫面 比方說有很多火工人家的小路啦 有在雪中走路的小路啦 好奇的小路啦 好奇的浣熊啦 就是拍到蠻多可愛的東西的 當然也有非常大量的松鼠 說明他們沒有被完全操架 對啦 因為應該本來至少有4隻還5隻 因為他們應該是每年都會生1到2台 沒想到在我家後面這麼安全的環境 他也會被吃掉 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他到底是怎麼被逮到了 超級難找 我覺得膠狼應該也是夜行性的 但我其實會很好奇 他咬著那個釘的部分是要去哪裡 說明烤盤是最好吃的部分 你真的不想知道 唯一沒有毛的部分 咬著那個我 就好 咬著那個我 出來